她的願望就是做香港的字娃娃專家 近年就獨力將字娃娃的知識 揭集成薄薄的筆記上網上任人看 所以就很希望憑著自己少少的努力 令大家都知道這個犬種有什麼特色 和他們正確的知識 Eva每天都從元朗的家 家裡和一屋20隻字娃娃到葵涌開店 老公阿輝從事消防物料供應 會先陪太太推狗上舖才離開 8000呎空間是Eva去年 持了網頁製作一職之後 獨力創辦的狗狗樂園 此次她就可以和狗分秒相對 對字娃娃的情根 始於她小時候家裡已經養了字娃娃 中午之後她獨居又養了一隻 她就是九歲的妹豬了 自己本身是一個比較內向 以及不敢跟別人主動去做 Say Hi那種角色 他們那種勇敢 以及群體的生活 令我都會覺得個人大膽了 以及沒有以前那麼自卑 我一開始覺得會不會太多 有時見到她們 整班一齊走來走去 互相玩 她們有趣 多也好都不介意 以及已經可能已經習慣了 綜藝當然會養 但Eva決定走多一步 因為她不分 大直商將字娃娃亂配種 在寵物店買回來 即是有些銷售的手法 根本不是字娃娃 都會當成字娃娃賣 混了種的 可能混了八哥或西斯 她都會說她們是字娃娃 自此每年去當地四次 學習由拖行字娃娃散步 到培育她們的自信心 和膽量等等的技術 她的字娃娃大多數是來自這位師傅 回到香港之後 她就簡化成一份六頁的筆記 放在網上任人看 令大家更加了解這個品種 喜歡走的人也有 不喜歡走的人也有 我們不可以要求別人 每個人都喜歡 我們自己開心便可以 記者開玩笑地問起一個很老套的問題 我想我會先救狗 如果是這樣我當然先救老婆 因為救天生會游泳